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议决定丁薛祥 何立峰 张国清 刘国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并决定国务委员 国务院秘书长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沈记长 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第5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等领导人出席会议 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提名进行投票表决 结果以2944票赞成 两票弃权 决定丁薛祥为国务院副总理 以2943票赞成 三票反对 决定何立峰为国务院副总理 以2946票赞成 决定张国清为国务院副总理 以2946票赞成 决定刘国忠为国务院副总理 会议并投票表决 决定李尚福 王小红 吴振龙 胜宜 请秦刚为国务委员 习近平随后签署了主席令 经投票表决 吴振龙任国务院秘书长 秦刚任外交部部长 李尚福任国防部部长 郑山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怀敬鹏任教育部部长 王志刚任科学技术部部长 金壮龙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潘岳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王小红任公安部部长 陈一新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唐登杰任民政部部长 贺荣任司法部部长 刘坤任财政部部长 王小平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王广华任自然资源部部长 黄润丘任生态环境部部长 霓虹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李小鹏任交通运输部部长 李国英任水利部部长 唐仁建任农业农村部部长 王文韬任商务部部长 胡和平任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马小伟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裴经家任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 王翔喜任应急管理部部长 易刚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侯凯任审计署审计长 大会随后集体进行宪法宣誓仪式 全场肃力奏唱国歌 大会随后集体进行宪法的第1弧品 大会随后集体进行宪法三、岚农村部长 王老山公支出入 大会随后集体进行宪法 三、岚农村尚、大会随后集体进行宪法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何立峰 张国卿 刘国舟 以及国务委员李尚福 王小红 吴震龙 顺义秦 秦刚进行集体宣誓 我宣誓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 履行法定职责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克敬职守 廉洁奉公 接受人民监督 为建设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为建设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宣誓人和李尚冠奉 另外 大会还投票表决了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民族委员会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外事委员会 华侨委员会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名单裁案 并获通过 奉合一事 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 在第三场部长通道上表示 在后冬奥时代 冰雪运动既要为国争光 也要为民争利 在后冬奥时期 我们要继续深入实施冰雪运动 南展西阔东进战略 持续巩固和扩大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 于此同时 我们还要积极推进 北京冬奥场馆的可持续再利用 积极申办和筹办一些 高水平的国际冰雪赛事 加强国际冰雪运动合作 丰富冰雪运动赛事供给 冰雪运动既要为国争光 也要为民争利 此外 高志丹谈到 全民健身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也是关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近年来 国家体育总局大力推进 全民健身中心 体育公园 健身步道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 全民健身设施和场地建设 补齐全民健身设施短板 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 更好的全民健身好去处 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第三场代表通道12号上午举行 有六位代表分别就科技助农 冰雪运动 数据安全等领域 回答记者提问 有代表说 科技特派原制度 有助于乡村振兴 另外有代表强调 中国是现代化离不开 产业工人的现代化 目前内地有科技特派原80万人 他们定期到农村 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难题 科技特派原制度发源于福建省 在周日的代表通道上 有福建农业界代表说 科技特派原制度 有效助力了科技创新和乡村振兴 我们的团队在福建省 建立了超过万亩的 优质高效生态茶园示范基地 辐射并带动了十几万亩的生态茶园 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培训了一千多人次的 基层农技人员和两千多人次的茶龙 一项好的技术 它不仅可以让成千上万的农民致富受益 还能让我们的土壤环境生态受益 随着数字经济的到来 数据成为硬通货 有科技界人大代表强调 存储器和存储系统是数据的载体 关乎数字经济产业安全 国家安全 并表示依托产学研深度合作 内地存储产业已经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实现技术自主创新 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 国产存储系统在国内的市场份额 已经重递向前的租5% 发展到如今60%以上 国家需求就是科研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如今构成存储系统的存储介质芯片 仍然是薄弱环节 我们和国内的几家农头企业 建立联合实验室 正在研发速度更快 能耗更低的下一代存储器 未来将从根本上解决国产芯片 卡脖子问题 在天津港一线工人陈卫东 是首批港口行业AI训练师 他负责的运输机器人 依靠5G 北斗等技术 以实现世界领先的L4级无人驾驶 陈卫东说 中国是现代化 离不开产业工人的现代化 凤凰卫视 孙伟坚 徐一轩 北京报道 14届全国人大 依次会议第五次群体会议 尽早举行 那么更多消息 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霍维维 去了解情况 维维 中午好 中午好 杨泽 中午好 为我们赶紧介绍一下 今天都有哪些关注的焦点呢 以及明天的议程 还有总理记者会 都有哪些重点 好的 杨泽 刚刚我们通过新闻片也看到了 今天14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 是举行了第五次的全体会议 这也是14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 三场全体会议当中 三场要进行选举的 全体会议当中的 最后一场全体会议 也是说 今年的换届选举工作 可以说是告一段落 今天早上的第五次全体会议 是完成了 是在国务院新任总理李强的提名之后 完成了国务院的各组成部门的 负责人的确认工作 决定了之后 这场选举 也就是今年的换届工作 告一段落 新一届的政府 也是正式成立了之后 开展新的工作 明天早上将会举行 14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的闭幕会 闭幕会上要有几项表决 要表决的包括 政府工作报告 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 两高报告 以及计划报告 预算报告的决议草案 还有今年有一个议程 重要的议程 就是立法法的修改 在闭幕会上 也需要进行 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草案的表决 这是完成七个表决之后 刚刚完成了换届选举 获得连任的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会发表讲话 预计这次讲话当中 将会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及国防外交等等的政策方向将是如何 未来五年工作该如何开展 将是重点的内容 而在闭幕会结束之后 明年早上的十点半 新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会出席中外记者会 首场记者会上 当然要包括 未来五年 它会有怎样的施政重点 和自己的思考方向 是怎样的 还有包括经济社会发展 尤其是现在的经济 在遭遇的疫情冲击之后 如何去提债经济信息 也是大家重点关注的方向 同时包括外交国防等等 大家都想有很多的问题 问问新任总理李强的看法 相关消息 我们前方的采访团队 会带来详细的报道 先把时间交换给香港 杨子 好的了解 谢谢维维带来的相关消息 刚刚当选全国政协常委的何超琼 早前在全国政协会议委员通道上 称自己是大湾区人 表达对大湾区的关注 他指出 粤港澳3D政府需要继续转变思维 从全局角度加快建设 让区内所有持分者受惠 有人说我是澳门人 有人说我是香港人 我会说我是大湾区人 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第二场委员通道采访活动上 全国政协常委何超琼 经聚一出就引起热议 有人认为他亲切随和 也有人看出他切实关注大湾区发展 何超琼接受凤凰卫视 问答神州节目专访时表示 大湾区未来发展仍面对不少挑战 需要粤港澳3D政府紧密合作 转变发展思维 如果我们永远是站在我们的方面 我为香港你为澳门 他为珠海他为前海 那就永远都是坐在四个不同的方位了 那大家毕竟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说要争 但是起码就不能以同一个维度去看待整体性的一个事情 能抓的是一个共同 希望向往见到 获得的一个最终的一个 为所有的持分者也是拿到好处 本次参会何超琼带来不少提案 其中一份有关港澳中小学生爱国主题研讨及游学 他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社会实现游乱倒置走向游质极星 下一步要增强年轻人对国家的认同感 就需要习致鲜明地推动他们到内地交流互动 我们从我们民间的力量 应该要再丰富整个他们的所谓的感受 其实年轻人到最终 他们也不是那么重视要讲这个政治 但是他们也不可能是不懂 在本身我们自己的地方 我们自己的国家 不明白我们自己在世界的这种影响力 以及国力方面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他们必须也增强他们的自信 自强 然后他们才会爱国 何超琼的父亲曾是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而他本人也有15年地方政协屡职经验 今年疫症平台升级到国家层面 他说自己对国家形势与政策的认识得到充分强化 那么何超琼还有哪些意外收获 又遇到怎样的挑战呢 更多访问内容 请关注近期播出的问答神州节目 凤凰卫视陈其曼蔡小张 郭立成在北京报道 中国如何克服外部环境不利影响 实现设定经济增长目标 需要仔细的观察多重因素 来看一下今天的两会观察 也就是中国的生产制造出口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体系 实际上是受到了美中贸易摩擦的直接的冲击 冲击实际上到19年底应该说向好的方向转 这个也是现实 但是刚要向好的方向转的时候 20年就面临了全球性的这种大疫情 这样的话呢 这两个潮流对中国经济是负面的 绝对负面的两个大潮流 一下子集中到中国经济上 这样产生的影响就是一个复合性的 结构性甚至是体系性的冲击 这场疫情它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并没有结束 这个是需要修复的 那这种影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它是一个供给和需求同时塌方的一个影响 中国这方面的这个弹性非常大 特别是大众商品价格 如果是说大众商品价格上涨 但是这些原料进口到中国 然后经过中国的组装加工 再出口到美国的时候 把这个价格给吸收下去了 卖到美国口岸的价格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 没有大规模的这种提价的这种情形 这正是中国贸易的特点 美国这个时候说要跟中国脱钩 那你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你傻 所以你再也找不到这么有能力 去吸收这个资源价格的这个贸易 这个市场你是找不到 就是它的生产方 它这个市场体系 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说在中低端美国想脱死脱不掉 欧欧这个危机 这个危机的影响 那使得这个市场本身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欧洲市场实际上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收缩 收缩型的一个挤压 这样的一种情形 然后欧洲市场至于中国来讲 对中国的制造出口来讲 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甚至可以说仅次于美国市场的一个大市场 这个角度上看 包括中国要从欧洲市场要进口的量 也是很大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美国市场是一个影响 欧洲市场也是一个影响 最少有的困难局面 考虑到中美摩擦 至少要倒退到疫情前两年 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开始 一直持续到今天 拜登政府是变本加厉 也就是中国是面对两个重大负面因素的叠加 经济第一大国对于第二大国 起码五年的遏制和打压 这种影响是世界上极其罕见的 对于2023年中国经济开局构成的挑战也是可以想象的 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挑战 全国两会是寻找破解方法的时机 需要中国人集体的任性 更需要很多领域的创新 凤凰卫视江晓峰北京报道 2023年中国两会万众瞩目 而每年的两会都有不少涉及港澳方面的内容 今年的两会上 国家如何破坏港澳未来发展 如何深入推进大湾区发展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呢 凤凰卫视资讯台今晚八点钟 将会播出两会热点聚焦特别节目 敬请各位留意收看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3月11号 瓦格纳集群在巴赫木特方向是组织了41场战斗 其中19场战斗发生在城市内 而当天主要的战斗是发生在了 巴赫木特西北线伯格丹诺夫卡地区 该地区的地貌视为沼泽地 全长3公里 而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正在试图利用这个堡垒 在整个前线进行有限反击 截止发稿时间 瓦格纳的突击群距离巴赫木特的市中心 仅约1.2公里左右 根据最新的报道 在巴赫木特外围的俄罗斯军队已经彻底切断了通往四区的所有主要的通道 由于俄军的炮火封锁 使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弹药补给和人员的运送变得相当的复杂 瓦格纳北线的冲锋队也切断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巴赫木特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路 基辅军事观察员也承认 巴赫木特部队的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道路目前已经基本上被切断 瓦格纳团队相当靠近通往克拉马斯托尔斯克的高速公路 并对其进行了严密的火力封锁 因此乌克兰军队被迫沿着被冲毁的乡间的小路分散行多 在巴赫木特的北线地区 俄罗斯联邦的武装部队正规军也正式加入到对巴赫木特进攻的序列 并进入到赫罗莫沃村 目前受到三面夹击的巴赫木特北线的狭窄处的两点搜口距离 只剩下两至三公里 乌克兰官方称 乌军的征援部队已经被派往到巴赫木特的战区 乌克兰武装部队也组建了多个的新的集群 包括在斯洛维扬斯克为乌军第67旅 塞维尔斯克为乌军第81旅和第66旅 恰索夫雅尔为乌军的一个卡法尔地的战术营 康斯坦丁诺夫卡为乌军另一个旅集的团队 俄罗斯军事专家强调 在乌军这个集群的外围 俄罗斯军队有三个集团军和独立颜政以待 俄乌两军在巴赫木特第一个包围圈 第二个包围圈以及第三个包围圈中 其兵力的比例为5比1 火炮的比例为6比1 乌军完全处于烈士 富豪卫视卢宇光 尹利 萨维 热尼亚 莫斯科的报道 战争全面爆发以后 乌克兰的旅游业几乎完全停顿 战争进入第二年 虽然咸有来自国外的游客 但是在乌克兰的内部 旅游业有些许的灰断 来看一下记者从乌克兰南部旅游城市 奥德萨发回来的报道 奥德萨是乌克兰南部 重要的港口城市以及旅游城市 而战争的爆发 也给这座旅游升地 带来了不小的变化 就是在乌克兰南部旅游城市 沙俄女皇叶卡杰琳娜二世是奥德萨的创建者 因此在奥德萨市中心 曾有一座叶卡杰琳娜二世的纪念碑 2022年11月底 奥德萨政府在进行了名医调查后 将雕像纪念碑从市中心拆除 放置在了博物馆内 凤凰卫视孙谦 乌克兰奥德萨报道 在中东地区多个问题上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一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 而这一次在中国的推动之下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签署了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 有叙利亚观察家对此抱有极大的希望 认为这有助于解决整个中东地区的问题 包括叙利亚问题 来看一下本台著大马士革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最近几年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分歧 对整个地区包括叙利亚问题 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使得这些问题无法寻找解决方案 而目前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通过进行多次谈判之后 终于在中国的支持和沃选下 达成了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 对此是观察家相信 这次以下两方达成的协议的重要性 是来自于是远离美国政府的影响 而是由中立城市爱好和平的一方 就是中国的帮助达成的 这次主要最重要的关系 当叙利亚会提供杀的关系 在美国政府的指数之中 是在美国政府的关系 这次多是产相对美国政府的 Af亚 这个关系他是一般的关系 在美国政府的栏目上 也曾经在美国政府的关系 也曾经在美国政府的一系列 在美国政府的关系 也曾经在美国政府的关系 从美国政府的潮不可行 对美国政府的关系 是自己的关系 本ほぼ是解决人家的关系 这次是被开支出 mac 是强调和强调与伊朗 苏利亚观察家还指出 这次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所达成的恢复外交关系协议 将会有助于解决和缓解整个中东地区问题 包括苏利亚问题 而且中国方面也完全有资格来与选解决苏利亚和土耳其 或者苏利亚和沙特之间的问题和分歧 قيام هذا الاتفاق بين دولتين كبيرتين في منطقة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السعودية وإيران وبينهما الكثير من المشاكل هذا ما كانت تؤججه كل من إسرائيل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يوم بهذا الاتفاق توشر بأن يكون هناك شرق أوسط يسوده السلام سيكون بداية الاتفاقيات السلام توقع بين كل الملدان التي بينها مشاكل أعتقد هذا الاتفاق سينحكس إجابا على سوريا مثلا قد يكون هناك وساطة صينية لحل المشاكل بين سوريا وتركيا أو بين سوريا والسعودية ترجمة نانسي قنقر 韩国总统尹熙岳日前宣布了日本强征勞工的赔偿解决方案之后 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首尔11号也舉行了今年以来最大規模的示威集会 民众怒斥尹熙岳7日判国 认为让韩国自掏腰包 赔偿受害者是民族耻辱 現在示威現場大概有3萬到4萬名韩国民眾 有些是來自各個勞工团體 那麼他們要求呢 尹熙岳政府重新得到正確來源的賠償 那麼這張海報呢 就把尹熙岳稱為7日的逆賊 還要求他立刻下台 參加集會的民眾對於尹熙岳的決定 強烈不滿 痛批尹熙岳 不惜犧牲韓國人的尊嚴 主動向日本示好的行為 無意於賣國求榮 尹熙岳將在本月16到17號出訪日本 届時日方將如何反映 是否會邀請他參加5月的7國集團首腦會議 受到各方高度關注 鳳凰衛視特派記者劉備 韓國首都首爾報道 歡迎回來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12號正文分享自己對全國兩會的感受 他表示 國家經濟正朝著高質量發展方向邁進 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香港要更好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必須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略 將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靈活結合 創新香港的發展模式 推動經濟多元發展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12號撰卸王志指 今年兩會正值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開局之年 令其有著更深刻的意義 今年兩會確定了全年經濟發展的多項目標 更重要的是強調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 中央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了路徑 提出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推動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等具體意見 陳茂波指香港的發展也正值關鍵階段 在愛國者治港的局面更加穩固的形勢下 更加要全力發展經濟 全面推進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透過科技創新 模式創新 制度創新 力求推進經濟的多元化和縱深發展 讓發展成果不斷轉化為生活制素的提升 讓廣大市民真正有獲得感和幸福感 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不斷演變之際 既要讓香港金融市場保持創新動力和蓬勃發展 以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 也要高度重視統籌發展與安全 與此同時 香港特區政府將全力加速科技創新及應用 不論是人工智能或生物科技 又或數字經濟 第三代互聯網或國際綠色科技及金融中心 香港既要穩中求進 但更要不使使機穩不快進推動發展 力求貫徹以創新 協調 綠色 開放 共享來推動高質量發展 陈茂波強調 國家經濟正在朝高質量發展方向邁進 加快實現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強 香港要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必須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略 這將為自身發展創造更寬闊的未來 陈茂波在文章的最後強調 在愛國者治港偉大事件中 要將有為政府和高校市場靈活結合 創新香港的發展模式 推動經濟多元發展 發揮好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和市場規則 與以發展國家的法治體系 市場體系相銜接 在國際經濟市場上發揮背靠祖國 連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鳳凰威視 金曉飛 香港報導 在上個月舉行的世界冰球錦標賽上 主辦方在香港對伊朗的賽事後撥挫國歌 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指出 已經多次出現港隊賽事撥挫國歌事件 強調特區政府會嚴肅處理 這次發生了這件事 我們一定要肯定我們在香港出的隊 包括了冰球總會有沒有跟到指引做事 如果我們發現他是沒有跟到指引做事 一定會採取一個嚴肅的態度 以及用一個嚴厲的方式去處理 至於懲處的問題 我們等候委會給我們一個報告 我們再去處理 楊仁雄又指出 已經多次在不同地方發生播放國歌時 以錯誤的歌曲取代的事件 認為不可接受 特區政府早前已經發出新指引 讓香港不同體育總會安排隊伍 出外參賽時跟踪 強調當局期望並要求 他們一定嚴格執行和跟踪相關指引 防止再有同類的事件發生 香港科技員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12號表示 目前香港科研人才短缺 科技員目前有超過700間初創企業 涉及2萬名工作人員 當中有約1萬名是研發人員 但是與內地相比 規模差距仍然相當之大 希望香港於2030年之前 欺納20萬的創客人才 我們說10萬20萬其實不是明顯是需要的 亦都不可以一下子跳上去 短期內我們在半導體、AI、生物科技方面 都需要一些人才 我想是需要本地的人才 同一時間是我們真的希望在外面找一些人回來 政府都說搶人才 我們搶企業 好像剛才說 去年的6月3日集主席來了之後 確實是很多企業是來 希望在香港落腳的 那我們搶人才搶企業 是需要做很多事情的 初期同一節目的科技員、人才及人力資源總監 王修莉指出 香港已經逐漸建立初創生態圈 人力需求大增 科學員正在從接觸中學生開始 包括安排他們到科學員參觀 讓他們在大學選科之前 認識行業的運作 另外科學員也是向大學生提供實習的機會 王修莉表示 除了要加強培訓本地人才 同時也要吸納海外人才 科技員計劃今年5月份走訪東南亞地區等地 介紹香港創科機遇招攬人才 再來看到的是內地網紅朝鮮阿丘 單車在香港被偷事件 在社會上是引起了熱議 那麼相關消息 我們連線本台記者趙龍 他邀請到了香港立法會議員梁熙先生 來聊聊他對該事件的觀察 趙龍忠好 把時間交給你了 好的主播 我現在就位於旺角亞基老基和花園基的交叉口 那麼在數天前內地網紅阿丘的單車 就是在這邊被盜 那麼這個事情爆出來之後 在網上也是引起了一陣熱議 在我身邊的就是立法會議員梁熙先生 就這個事情 我們今天請到梁先生來跟我們做一個探討 梁熙先生你好 這個事情其實爆出來之後 內地網民其實最擔心的就是香港的治安問題 對於香港這個治安問題您是怎麼看的 其實這個事情我們發現了24小時之內就已經馬上破案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治安還有就是破案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然後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個訊息就是香港的治安排名是全球第六 所以是非常安全然後我們也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屬於港島的直選的議員 我們港島過去一年整年只有四宗的搶劫案 然後那四宗的搶劫案都全部破案也抓到那個小偷了 所以香港的治安其實是非常安全我們也非常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來到香港來 然後還有一個數字也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在香港的打破搶的案 也就是說打劫或者是那個刑事毀壞 還有就是搶劫案件呢也是要么1969年以來我們創了新低 還有就是回歸以來的新低都是去年發生的 所以呢其實我們香港的那個治安是非常好的 我們非常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來到香港去旅遊 來到香港去商務或者是來這裡去工作也非常歡迎 明白 但是這個事情爆炸之後 其實在網上也確實看到有一些香港的一些網民 有些不同聲音可能其中有一點點這個冷嘲熱風 您怎麼看待這個香港網絡上的這些聲音 這些聲音會不會對兩地之間這個旅遊交流造成一點影響 嗯 其實呢我們看到的只是很小很小的部分有這種聲音 而大部分的朋友呢都希望能夠盡快盡快的破案 然後呢就可以把那個小兜或者是那個壞人抓起來 讓我們來自內地的同胞可以知道其實香港的治安是非常非常好的 此外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 我來自其他國家的朋友比如說美國英國的朋友 其實對香港是非常非常感興心 比如說他們說在香港往上在那個街上走的話呢 他完全沒有覺得是有壓力或者是覺得會被搶會被偷 但是呢在自己的國家的話呢覺得是非常的危險 也說一個事情哦比如說美國的朋友呢 他們如果在加州被搶被偷了低於950塊美元的東西的話呢 警察基本上是不受理的不會理會他們的 在英國也是如果他的車子被砸了然後呢被搶了 然後警察基本上都不會理他 只會給他一個報案的變號然後讓他去報那個保險 所以呢在香港其實我們是非常的安全 也是破案的效率非常高所以我們歡迎來自世界各地 包括來自內地的同胞都來香港旅遊 嗯好的那麼確實也希望有越來越多的同胞能夠到香港來 也希望阿秋這個世界他的單車能夠盡快給搞能夠找到 給阿秋也可以交代也給關心這件事的內地的網民也可以交代 謝謝謝謝 嗯好的那麼以上就是我們在旺角現場掌握的消息 現在把時間交換給主播 好的了解謝謝二位 歡迎回來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應邀訪問印度 這也是他2022年5月上台以來首次訪印 也是2017年以來首位訪印的澳大利亞總理 一起來看一下本台新德里記者發回來的報導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於10日結束了對印度的訪問 訪問期間阿爾巴尼斯與印度總理莫迪會面 討論了兩國之間的貿易投資和再生能源 科技 國防和安全合作等議題 在訪問的第一天 阿爾巴尼斯和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莫迪體育場 看了印澳之間的板球比賽 分析家稱在2021至2022年間 印度是澳大利亞第六大商品和服務貿易夥伴 而澳大利亞總理的印度訪問 還出於贏得澳大利亞的印度裔選民的支持的意圖 以及對中國在印太地區日益擴大影響力的關切 議員議aff deep discussed a strategic convergence a common interest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ncluding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e overall atmosphere of discussion was extremely positive, productive and engaging The leaders were happy with the progress achieved, uh in our multifaceted by深oths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 二月宣布成立奥印关系中心 以加强澳大利亚与印度在商业和研究等领域关系的国家平台 同时作为四方安全对话的合作伙伴 两国也在加强防务关系 2020年澳大利亚与印度日本和美国一起参加了海军演习 澳大利亚海军上将马克哈蒙德正在进行为期三天的印度访问 两国海军于时日举行会议 讨论了开放和包容性的印度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举措 凤凰卫视记者商经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硅谷银行10号闪崩倒闭震动了全球的股市 美国监管机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当天接管了硅谷银行 并且向硅谷银行的员工提供45天的聘期以及1.5倍的工资 而英国银行也同时表示正在寻求法院命令将硅谷银行英国分支纳入到破产程序 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在发给硅谷银行员工的邮件中表示 将登记保留员工信息 而母公司硅谷银行将提供医疗保健详细信息 截至2022年底 硅谷银行拥有8528名员工 据悉硅谷银行宣布倒闭后 美国银行市值蒸发了超过1000亿美元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称 硅谷银行破产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银行倒闭事件 仅次于2008年的华盛顿互惠银行 美国白宫表示 总统拜登与加州州长纽森已于11号讨论了硅谷银行倒闭仪式 以及为善后所做的努力 硅谷银行闪崩的波及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英国财政部11号表示 这和英国央行一起努力 将硅谷银行在英分支机构破产的可能影响降至最低 英国央行已表示将向法院申请 把硅谷银行英国子公司纳入破产程序 这意味着英国金融服务补偿计划 将尽快向合资格储户支付最高8.5万英镑的受保护存款 联名账户最高有17万英镑 业界人士估计科技行业下周将有余证 潜在收购者的紧急谈判将继续进行 为避免进一步迫害性后果 监管机构面临着协商救助的压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英格兰足球民宿莱因克尔批评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新政策 被英国广播公司BBC暂停了体育节目主持的职务 目前事件持续的发酵当中 而多名主持人还有评论员为了声援他 都纷纷杯葛BBC的节目 导致BBC大量节目停播或是要重播旧的节目 而BBC的总经理戴维为节目调动造成的混乱之歉 但是表明无意为事件辞职 首相苏纳克就说 希望莱因克尔与BBC之间的争端能够及时的解决 同时他也为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新政策辩护 指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 但是他相信所做的事是公平和正确的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捷克和荷兰 因为捷克和荷兰11号是分别有反政府示威 捷克民众抗议通胀高企 并且要求政府停止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而荷兰海牙则是有两场示威活动 其中一场布满政府环保政策扼杀农民生存空间 而另外一场则是有环保分子堵路遭到警方拘捕 在布拉格的瓦斯拉夫广场 数以千计民众参加主题围绕反贫困的集会 抗议捷克持续高通胀 有示威者要求联合政府辞职 集会由一个没有议会席位的新政治团体发起 指责欧盟使能源价格上涨 要求捷克政府要以民众利益为先 集会上也有示威者高叫停战阻止北约的口号 要求捷克政府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 并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乌克兰问题 荷兰海牙市有拖拉机开进示威力点 参加集会 当局出于安全考虑 只容许两辆拖拉机进场 不仅拖拉机插了红白蓝三色道转的荷兰国旗 示威者手持的国旗也是一样 这场示威约有一万人参加 反对荷兰政府减少硝酸盐排放的计划 认为会扼杀农民和渔民的生存空间 最终影响食物产量 荷兰将于15号举行地方选举 并将间接选出参议院议员 有可能影响到当局减少硝酸盐污染方案 荷兰最大反对党自由党党魁 维尔德斯指政府应该下台 海牙另外约有100名环保分子 霸占主要干道与警察对质 示威者抗议政府的税收规律 鼓励使用化石燃料 执法人员使用水炮 驱散示威群众 有示威者遭警察带走 复访卫视综合报道 法国退休改革法案将于未来一周 进入最后审议阶段 法国各大工会11号发起第七轮 反对退休改革的游行示威活动 要求政府撤回法案 而工会声称 全国有超过100万人参与游行 但是法国内政部就表示说 全国有约37万人参与 其中巴黎有约48000人 人数远少于前一次 而游行期间 有激进示威者声势 警方扣查了32人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拒绝了 工会代表要求见命的诉求 引发工会的强烈不满 在法国各大工会的号召下 全法各地11日 有约230场示威活动 工会称在巴黎 有30万人参与游行 游行参与者表示 政府对民意置之不理 冲耳不闻的态度 人人无法接受 因为民众表示 尽管法案被撤回的可能 已经越发渺茫 但即使法案通过 为争取合法权益而进行的 抗议行动仍将继续 然后我们说 你会工作两岁更多 我认为她会很难 但因为她没有赢得太多 她也不能进行 所以我就是她的 据法国警方消息,与前六次游行示威活动相比,11日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激进分子。 巴黎的游行参与者与警察发生了多起冲突。 警察局宣布,在巴黎的示威开始前,警方已经进行了3000次检查并逮捕了5人。 截至11日下午5点,游行中有26人因携带违禁武器或参与以实施暴力或破坏为目的的行动被逮捕。 法国已经连续多日举行大规模罢工游行,全国铁路运输大面积停摆,教师巴克电厂产量下降,全法石油及液化天然气运输收阻。 退休改革法案下周将提交给参议院和国民议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继续讨论。 法国公会就表示,计划在16日发起第八轮罢工游行示威活动,继续要求政府就撤回法案作出回应。 风一是李萌威江新,法国巴黎报道。 感谢您达成今天的凤凰五千专列,再会。